对于不能承受压力 心理脆弱的青年人 应如何教育 使他们不至于 在这个末法乱世当中 沉沦太深 这是个大问题 那么现在像这种的青少年 人数还很多 这就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能教的好呢 能教 看你用什么方法 我们在汤匙 办的这个文化中心 就是做实验 这个实验做成功了 而且受到很好的效果 这个就是真的 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找不出方法 怎么办呢 找老祖宗 你要记住 老祖宗的方法 做了五千年 他有五千年的效果 有五千年的经验 不能够疏忽 你要是把老祖宗推翻 你能不能有一套新的东西来代替 比老祖宗做得更好 那我们也不能不背负 如果找不到 那依旧用老祖宗的方法了 还是管用 很多人问我了 我说我没有智慧 我想不出方法 我只有寻规 套取 遵守老祖宗的教会 一教奉行 孔子的学生 释迦牟尼佛学生 都是这样的态度 因为孔子自己说 他老人家一生 他所学的 所修的 所教的 所传的 都是古生献献的 他自己说 他一生 树而不作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他没有新东西 树 是 集成 古人的东西 叙设 古人的 也留下来的 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姓尔好古 他对古身献献东西 他有信心 他很喜欢 我们学了大臣之后 对这个道理就更清楚了 为什么呢 大臣特别是华严 他讲的是圆满的 他是个圆 圆满 那就没有话说了 圆的 你不能在上面加一点 你加一点 突出了就不圆了 你也不能少一点 少一点 他就挖下去了 也不圆了 圆是达到究竟圆满 圆是什么 圆是本性 佛说 我们自信 每一个人的自信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能 有圆满的才艺 有圆满的向好 样样圆满 也丝毫 也丝毫欠缺 都没有 那现在我们跟佛 怎么不能比呢 我们因为有妄想 分别指着障碍了 所以我们圆满的信德 不能限期 只要把障碍除掉 放下 我们的智慧的能就先前了 这是佛教我们的 所以我们听了孔子的话了 是数而不足 信而好骨 我们的体会就很深了 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 真正让自己信得流露 这才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